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学们学讲经,经讲不好,讲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学的是佛经,自己不是佛,这个经当然讲不好 自己要是佛了,这个经就自然讲好 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想把经讲好,就先要想着自己要去做佛 这个才是个根本办法 做佛我相信,这是每个人的心愿 你为什么做不了佛呢? 你没有做佛的信心 世尊在《华言经》上说过一句话 信为道云功德 不但是修净土 信愿行是三个必须的条件 你没有信心,决定不能往生 实在说,事出世间法 能不能有成就啊 都是建立在心心上 他这句话的意思 无尽的声光 世间人相信自私自利 相信孙人可以利己 相信贪嗔之慢 这是什么? 这也是信为道云功德 什么道呢? 三我道 他要不相信这个 他就不会多三我道 相信戒定慧 那就是除世间道 所以由此可知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广泛 那么佛陀教给我们 第一要建立自信心 你要相信自己 佛之所以能成佛 菩萨之所以能成菩萨 就是相信自己 不会为外境所动 凡是相信别人 依靠别人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 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就是外道啊 我们佛门里面叫门离外啊 三字归里面 你看佛教我们皈依自信佛 自信法自信神 没有皈依外头啊 所以佛法称为内学 佛经称为内经 那是什么自信 那是什么自信 佛说这个话 是由真理做根据的 不是随便说的 为什么叫我们要以自信 不要以外境 不要被外面境界所转 佛给我们说出 宇宙人生的根源 宇宙人生的根源 是自信所变现的 唯心所现 唯实所变 你要相信你的心 相信你的实 就正确了 你的知见 就跟佛的知见一样 佛知佛见 你要相信所现 你要相信所变的 相信所变的 那就错了 为什么呢 所现所变的是无常的 能现能变是真常 永远不会改变的 永远不会改变的 常驻真心 可是一切凡夫 包括许多修行人 他都相信外境 都相信无常 相信无常 怎么能成精 佛把无常称作什么 无常大鬼 这是我们从根本上 这个观念上 就搞错了 所以 学佛一定要建立自信心 要相信自己 相信佛所说的 一切法从心相生 我前几天 也给几个同修 在客厅里面跟他们讲 我说医生治病 要有缘 这佛法将缘延伸 病人跟医生有缘 缘是什么呢 信心 病人对医生十分相信 这个医生 纵然不高明 随便给他乱七八糟的药吃 他都会好 病怎么好的呢 给诸位说 百分之九十五是自己的信心 那个药物的分量 顶多只占百分之五而已 你才晓得信心能转境界 李莫元居士那个夜深的看伤 那个癌的癌细胞变满了股脏 他为什么好的信心呢 心转境界 你反省 你忏悔 你改过 你断卧修善 你的身体就恢复正常了 药物是一点点辅助 它的功效只占百分之五而已 百分之九十五是你的信心 如果你对你的病没有信心 对医生没有信心 那非死不可 这个病不可能好的 学佛的人呢 明白这些四世真相 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修行人 你看看佛在经上讲 生病是什么东西调的 修清清心 断食 只喝水 把饮食断掉 整个身心放轻松 一切妄想杂念放下 一两个星期就会复了 不用药物啊 完全用心理治疗 而且非常有效 佛菩萨祖师大德 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无数的榜样 无数的榜样 我们不知道学习 听心妄言 被境界所转 扩灵了 论言上说得很好 若能转境呢 则同如来 我们要学着 能转境界 不为境界所转 你就顶天立地 不要怕死 跟你讲个老实话 没有死 死是什么呢 死是一个转变 时空境界的转变 没有死 这六道轮回哪里会死呢 写身受身 就像什么呢 衣服脏了 脱掉换一件新衣服 生死就是这个事实 真正通达佛法的 小的 没有生死 生命是永恒的 对于任何境界 都没有流量 像我们穿衣服 不管穿什么衣服 都没有流量 穿几天呢 就脱掉再换 哪有流量 一件衣服穿一辈子 不肯换呢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觉悟的人 在舍法界 无论什么样的身相 都没有流量 一切随缘 随缘就自在了 随缘能信无量身 可是这种功夫要从哪里做起 佛给我们讲的要从断烦恼做起 要从放下做起 你能够放下 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解脱 把我们的烦恼那个界解开啊 你就脱离忧患 脱离烦恼 脱离生死 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我常说啊 从 彻底放下 我们 对于 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控制 那个念头 要知道 要知道 这个念头是余生俱来的 出生下来的婴儿 就想控制 外面境界 就有这个意识 他喜欢吃的糖 他要把它控制 他要把它占有 这个是烦恼的根源 六道轮回的根源 所以要把这个念头放下 对于一切人 不要控制他 一切死 不要控制他 一切无 不要控制他 如何对待 谁远了 就自在了 第二 绝对放弃 占有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这个念头跟行为 然后再进一步 把得实放下 好物放下 厉害放下 下物放下 你就得大自在 佛菩萨为什么那么自在 一切放下 佛菩萨的生活 一切随缘 所以普行菩萨是大愿望 那是菩萨 不是普通菩萨 法身大事 修学的是个纲领 你呢 恒顺众生 随习共同 摄加摩尼佛做到了 佛陀讲经 讲了四十九年 活到八十岁 看看一些学生 看看一些学生呢 逐渐逐渐 懈怠了 懒散了 也没有人才齐情佛说法了 母的其变 魔王看的这个情形 向摄加摩尼佛要求 佛陀 你讲经四十九年够了 可以了 你现在可以入伴那盘啊 佛点点头 同意答应他 很顺他 佛生死自在 可以再多注意一个时期 魔来要求答应他 答应不能不对现 立刻就走了 所以能够随顺一切都是 你想想多自在 佛入灭了 入灭了佛能不能再来 能再来呀 换个身份 魔看的这件衣服穿很久了 把这脱掉吧 行脱掉给你 我再换一件吧 释迦牟尼佛在不在 在呀 不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个身相出现 因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实现什么身 他以菩萨身出现 以身闻身出现 以男女老少过行过夜身份 出现的事情 所以我们晓得 佛黎明苦难众生 没有离开事情 正如同弥勒 不在火山 不在火山是弥勒化身的 他灭度的时候他说 他说明他就讲弥勒菩萨 实实 实实 是世人 实现的 在这个世间 一切人群当中 世人常不实 世间人不认识他 那么由此可知 断烦恼 绝恼 绝恼 我一定不能疏忽 不要害怕 什么都没有了 我怎么过日子 什么都没有了 日子过得更舒服 更自在 更快乐 你命里面所有的 丢都丢不掉 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 所以我常常劝道粗修佛的人 从哪里下手呢 两凡四训 先念三百遍 你把这个四十真相搞清楚 你有钱 你把钱统统丢掉 丢得一稳都不胜 你钱有没有呢 有 你命里有那么多 还是那么多 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很快期间的时候 那个钱又来了 命里有啊 而且来的 一定比你丢的时候还要多 就好像有利息一样 你如果想保 保不住啊 才为五家共有啊 会贬值啊 会消散啊 会消散啊 保不住啊 所以佛告诉我们 命里都有财富 财富 我叫你去急功累得 啊 叫你以这个财富 去修 我无尽的财富 这佛教导 这佛教导我们的 你有智慧 你的智慧要布施一切众生 要奉献给一切众生 供养一切众生 你得无尽的智慧 我们也要像佛一样肯定 虚空法界是自己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是自己 自己心事里都变形出来 爱护一切众生就是爱护自己 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 人为自己肯花钱 为别人不肯花钱 不知道别人是自己 如果知道一切众生是自己 那为一切众生花钱 就花得很痛快啊 花得很自在很快乐了吧 不晓得众生是自己 不晓得法界是自己 几时你能够真正看清楚 肯定了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 那就恭喜你 那为什么恭喜你呢 你是法身大司 你不是凡夫了 最低限度啊 你是原教初诸菩萨 别教初地菩萨 那么你生活的这个境界 是一阵法界 你绝不是十法界 绝不是六道啊 你把六道十法界 转变成一阵法界 这个转都从念头上转的 从心上转 现在的话是从观念上转的 念头转了 境界就转了 静随心转 这叫说佛 这叫跟佛说啊 我们现在不跟佛说 跟人说错了 跟反复说错了 跟妖魔鬼怪说呢 那更错了 哪些是妖魔鬼怪 你要认清楚啊 摩是什么意思 摩是折磨啊 我们为什么会受一切折磨呢 不就是不是 因为有摩 有我就被外头境界折磨了 所以佛告诉我们是人事真相 真相是无我 無我 魔鬼怪我 就无可奈猴了 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有母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就会受人控制 就会受人宰割 无母这问题就解决了 无母是真的 无母是假的 是一个妄想概念 怎么说无母是真的 诸位如果细细参就《般若经》 《般若经》我们常讲讲过很多 大家听了 有没听懂 没听懂 如果你真听懂了 你就无母了 你就得自在了 《金刚经》上讲的 《三心不可得》那是母 《三心不可得》是将你能执着的那个心 换一句话说 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不可得 为什么呢 妄想分别之主 妄想是刹那生命的 所以才告诉你 过去心不可得 我才告诉你 能得之心不可得 所得的静不可得 能所都不可得 哪里来的母 反复执着 常乐 抹尽 全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我们眼前看的境界 你以为是真实的 错了啊 这个境界存在的时间 一场那 所以我常常 你们现在大家 过过都用照相机了吧 生命之存在 时间多长呢 那就是你按快门 按下去那一场那 你照第二张照片的时候 绝对不是第一张 第一张已经死了 过去了 你才晓得不存在啊 没有一样东西存在啊 全是假的 全是空的啊 众生的大病 把这个假的当作真的 并处在这里啊 在这个里面 一切虚妄当中其探成是满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那个罪业可麻烦了 罪业什么 落在你阿赖耶识里头 变成中死 这个东西对你的伤害太大太大了 你了解四世真相 阿赖耶识里头 不落中子啊 这是真功夫啊 为什么不落中子呢 假的 全是假的 逢常做戏啊 佛菩萨视线这世界 游戏神通啊 收益才 随云 效益 这是佛教给我们啊 他们是随云独众 所以普贤菩萨才教给我们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功德是从随喜里头成就的 你不知道随喜你拿来的功德 把业障当作功德 这错到哪里去了啊 所以修佛一定要开智慧 智慧开了之后 转叶报身为怨立身 我们才扑复了 成愿再来 不必要 王生西方再回头 那成愿再来 现在就可以成愿再来啊 念头一转 我从前是业力到这个世界来投胎的 投身的 现在我开悟了 念头一转 愿力做主宰了 业力没有了 愿力献钱了 你献钱就是成愿再来的 成愿再来自在了 一切都不计较了 什么都好 跟什么人相处多好 在什么环境里多好 天堂也好 地狱也好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平等啊 平等是真法界 就是一真法界 什么平等 心平等 心平等了 尽就平等了 这些都是大臣经上佛给我们说的一些大道理 四十真相 我们要细细去思量 我们才能得到真实收入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一生当中 转业力为悦力 专翻成圣 转生死为大涅槃 专烦恼为大菩提 祝佛菩萨祖师能做到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 我们跟他没两样 他能做得到的 我们通通能做到 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做 对于这些大道理 能不能透彻了解 有没有真真做到 真做到了 那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讲的 你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个最高享受是不思议的卸脱境界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此了 材料 材料 好 好 呀 好 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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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宗盛